初一的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飞飞老师的初一英语课堂 不得不这样说 今天虽然是初一英语课堂 但可是我们初一英语课堂的最后一次课了 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 大家已经看到在黑板上 我们有两部分组成 第一就是温国而知心可以为失忆 那也就是我们把初一的重点知识 通过平行的巩固 再把它做扎实 然后初一结束 我们就要马上面临初二了 有人说初中英语的知识的 60%到70%都是初二来学习的 所以同学们咱们得看看 咱们初二全年课程一个简单规划 当然如果有什么疑问 在课程中结束 飞飞老师会把我的联系方式 包括咱们的答应群 包括空间资料下载给大家公布 所以同学们 那今天我们思维两部分 但重点还是第一部分 重点支持大练兵 那通过一些提醒的方式 飞飞老师找了单项选择题 词汇填供题 词汇用题 发音机词题 等等等等 看看你初一的知识 有哪些漏洞 哪些还要继续去学习的 那同学们 第一部分 我们叫做单项选择 大练兵 那跟着飞飞老师 一起来复习这些知识吧 那同学们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第一道单项选择 给大家准备了 精心准备了15道选择题 就当是一个模拟考试 来看第一题 Would you like with us tomorrow 首先would是微玩意气 它的意思叫愿意 这证明跟人说话的那个对方 我是很尊敬的 你愿意好像是跟我明天一起骑车吗 那首先第一步大家还记着 Would you like to do 还是would you like to do 很好 愿意做某事 叫would you like to do something 我想跟你聊聊天 I would like to talk with you 以后别人 I want to do 就I would like to do 它就是我愿意 我想做某事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doing的都排除了 因为固定词组 没有为什么would like to do 第二步 那么还记着go的用法吗 go有趣的意思 但记住 如果go后面还加一个动词的话 我们习惯用go加doing的结构 往往是娱乐活动 都会用go加doing 比如什么娱乐活动 对于你同学来说 购物是娱乐活动 所以叫go shopping 我喜欢钓鱼怎么说呀 go fishing 跳舞呢 go dancing 唱歌 go singing 远足 徒步 叫go hiking 所以你没发现 都是go doing go doing 而骑车也是一个娱乐吧 所以叫做go cycling cycle 本身动词就是骑车车的意思 I cycle home I cycle to my school 骑车车上学 字读go cycling 所以would like to do 加go doing的结合体 这道题小有难度 答案 斯蒂 你做对了吗 如果做对了 我们一起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考的是什么呢 我们先读一读 Britain is not a very large country Britain是哪儿啊 不列边不就是英国吗 英国不算是一特别大的国家 只有四个 注意重点名词 有点超纲的 出二的 跟我读一下比起来 Region 再来一遍 Region 是指广袋无边的很大的地区 地带地域的意思 比如沙漠这个地带 Region 比如说西藏 挺大 Region 这叫Region 英国不大 有四大地区组成 那有些同学说 那当然是英国不大 有 老师他 have 我说 我很同意你 在意思上 同意你 在精神上 支持你 但是语法上 你是错的 知道为什么吗 语言都没有问题啊 英国不大 有四个地区 但注意 因为一句话 可有几个动词 你还记着吗 一句话 只能有一个动词 叫有 且只有一个的原则 那也能告诉你 这里 你一个动词 俩动词 您就是一个点 一句话 肯定不行 你要想用 你这么写 Britain is not a very large country and It has only four regions 把它变成两句话 可以安插两个动词 能明白吗 那于是 A意思对 别的不行 那选哪个呢 所以同学们 答应应该是 with吧 是伴随壮语 就是有的意思 那同学们 比如说 同学们 我进来了 对吧 面带微笑 with a big smile 脸上带有微笑 或者说 我进来了 脸上带着一个眼镜 with a big a pair of big glasses 所以with本身 就是有的意思 伴随 既有 是它的原意 叫with only four regions 只有四个地区 用它来表示有 就能证明这是一个动词了 这道题难度也是比较有难度的 所以不知道你做对了吗 所以今天我们选的题都有难度啊 下面道题 完全好 there be的用法 看你能选对吗 有一个运动中心 注意啊 是下周日有个运动会 不是运动中心 那是什么时代 将来时 所以我不可能选这种 现在时 那于是你选哪个将来时呢 there be叫做某处有某物 它跟have差不多 但一定记住 你不能来个there be的there 叫有 在家have 俩有啊 这是不行的 有there be就没有have 有have就没有there be 这是个死对头 要么说我有一条狗 I have a dog 要么你说there is a dog 绝对不能各取吧 there have a dog 那就是错的 所以同学们 答案只能是 there be的将来时 叫做there will be 过去时呢 there was there was 那你同学们 这就是他的答案了 叫there will be a sports meeting next sunday 你做对了吗 如果做对了 继续来看 第四题 看的样吗 看看那个年轻人 他怎么朝着那公交车 为了那公交车跑呢 十太题 什么叫这两个 这玩意叫一般现在时 什么叫一般现在 动作经常反复发生财用 我天天跑两公里 为了减肥 有些同学说 老师你都跑肿了 越来越肥 那同学们 当然接下来 将来时是还没跑 明天跑 而进行实施动作 此此刻正进行中 你觉得哪个好啊 这儿都有look 快看快看 多有现场感 他正跑着呢 he is running for the bus 哪有人天天这么跑啊 那同学们 你做对了吗 简单题 来看第五题 the mountain is about 很好数次提这道考点 这种题啊 你就给它背 现在就行了 以后就不会错 那首先 我们先来看 大概的意思是说 这个山大约有 1000米高 这还叫山啊 是不是土堆啊 应该1万米比较好啊 没关系 那先告诉你 有哪个高 答案是什么mountain high mountain 没有为什么 tall一般都指 就是离地面的一个高度 比如这人高 从脚上往上量 离地面 the boy is very tall 树很高 从地面量 the tree is very tall 而high一般都是海拔高度 啥叫海拔 比如这山高 我不会画 这是海水 你没发现 山的底下一部分 还在海水底下吗 这就是海拔高度 八千八百度 反正就是水平面吧 所以你要记不住 就是high mountain 高山high mountain 没人说tall mountain 而且tall 感觉都是树的东西 比如什么人啊 电线杆子啊 树啊 这种感觉 mountain可不是一个树条 所以注意 这道题的答案 首先我们要选high 而不要选tall 第二 1000米高 到底选哪个 当然选的是米 是可数 当然可数 都1000了 所以必须加s 答案4D 1000 meters high 1000米 为什么不变幅数 有人老师 我怎么记得 你钱好像什么 就用单数 那是加什么来了 加横盖 当你把1000和meter 加了一个横盖 变成1000 meter的时候 这时候 两名词就变成了一个形容词 它翻译成1000米的 白烧的 跟那美丽的一样 那跟那个beautiful一样 你说beautiful有负数吗 没人说beautiful字吧 所以当加了盖以后 变成熊词 就要去掉s 两个答案 要么说1000 meter high 加个盖 要么不加盖 就是名词 叫1000 meters high 发音都一样 写起来不一样 一个16岁的孩子 即可以说 16 years old boy the boy is 16 years old 或者加盖 变成熊词 叫16岁的 16 year old boy 你能明白吗 如果明白 我们来看下面一道题 有难度 三星难度 一七二 其实三星 同学们够多的了 澳大利亚人口多少 1800万 把北京人口 给澳大利亚火拼去 他咱还能剩几百万呢 几个理财 玩笑 那同学们 那于是去到底 第一也就是 问人口用哪个 没有为什么 你肯定会说 你人口好像不可数 所以how many不合适 how 北京人口是怎样 关键A还是B 你肯定会选RB 但答案是注意 没有为什么 背了就行了 北京人口是什么 What is the population of Beijing What is the population in Beijing 北京的人口是什么 记住吧 What is the population 第二 北京的人口很多 也是经常考的 叫the population of Beijing 好 Ease多 用哪个形容词 不能用many 不能用much 当然是人口规模很大 就用这个词叫 Ease large 人口少呢 Ease small 由于跟咱们中文不一样 所以特别爱考 注意啊 北京人口多 北京孩子 Large population 北京人口少 北京孩子 small population Large population small population And what's the population of Beijing 能明白吗 如果明白的话 那同学们迅速来看 第七题 第七题是借词的考点 那么同学们 借词到底考什么呢 有时候是词组 有时候让你具体体会 这些借词的含义 来看 Jeff is a pilot 什么叫pilot 飞行员 咱们扩充词会儿 讲交通 讲过 他此时正在 fly a plane 讲交通的一个开飞机 不叫放飞机 再别牵跟神 这是什么飞机 需要嗨一下那种吗 那同学们 他正在开飞机 去伦敦 很好 moment 时刻 时候的意思 你觉得那个词组啊 首先正用的是进行时 你得配合一个进行时 能用的时间 状态答案是at the moment 什么叫at the moment 很好 叫目前 此刻的意思 目前正开飞机 此刻正开飞机 at the moment 叫此刻 现在进行时的标志 此刻 我正教英语呢 I am teaching English at the moment 此刻 你正学英语了 怎么说 you are learning English at the moment 所以此刻叫at the moment 眼下 目前 这么去翻译吧 此照题 其实不难 in sure 如果你要没背 现在这次组 你现懵 那可就死定了 你只有25%的机会 好 那么同学们 我们继续来看 第八题 哎 这个语法 咱们可练了很多了 要错就该打了 We don't clean the house 4 days 我们已经没有打扫房子 好几天没打扫 有几天没打扫了 好 第一步 大家还记得a few和few的区别吗 还有a few和a little 很好 a few叫几个 a little也叫一点 a few加可数名词 a little呢 叫不可数名词 而few也加可数 little也加不可数 不过few怎么翻译呀 是几乎没有 little叫几乎没有 这俩是否定词 这是肯定 这叫有几个 这是几乎没有 你肯定是说 我们有几天没打扫房间 不是说我没有天没打扫 那不双重母丁的称 我们打扫了吗 所以答案 第一 我不能选这种否定词 few和little 你要不知道 你就以后都换了no 他们就是no的意思 没问题吧 好 第二 天是可数的吧 所以答案是 很好 We don't clean the house for a few days 有几天没打扫咱们的房间了 好 那同学们 我们来看第九题 一道交集用语选动词 叫做 Excuse me 老家 Can you see Dr. Wang now 哦 肯定的 我能现在看看王医生吗 请怎么一会儿 He's on the phone 记词词 on the phone 叫打电话 咱们中文叫打 英文叫通话中 英文的介词是on the phone 为什么 没为什么 咱们以前讲介词 是这么讲的 但凡带信号的东西 英文都用on 你是怎么学的英语啊 I learn English on the radio 我是通过无线电收音机 来学的英语 radio 有信号 你是怎么学英语啊 on the internet 通过上网的方式 学的英语 那同学们 on the phone 他正在打电话呢 所以你得等 一会儿 哪个人等啊 wait a moment 没什么可说的 所以要提wait 等待的意思 wait for somebody 等待某人 好 如果明白的话 那同学们 我们来看实题 11和12 先来看实题 Apples are my favorite fruit 什么叫favorite 最喜欢的 苹果是我最喜欢的水果 怎么样 I'd like some bananas now 我现在想吃香蕉 形成什么关系 按的是并列关系 左句好 右句好 俩都好 是按的 左句差 右句差 都是按的 我很忙 对吧 然后呢 老师有给我留很多作业 按的 对吧 我很帅 又聪明按的 那so是因果关系 因为它 所以b 它的意思叫因此 而but 转折 前面好 后面坏 前面坏 后面好 一副条件 叫如果 你觉得想哪个 答案肯定是 我最喜欢苹果 但今天就吃了香蕉了 今天有点想吃香蕉嘛 不可以换换口味嘛 所以答案 but 白送分的题 多多 就有预感 完全够 请看这么考 那同学们 来看十一题 my father's shoes are bigger than mine 我爸爸的鞋 比我的大 哎 比较急 而且这都写出了 那考什么呢 好 考雄词 比较急的 修饰问题 哪些词 可以修饰 比较急 你还记得吗 那同学们 我说 说一个句子 你肯定笑话 我叫做 我说 我 走公交车 和打车 于是我惊喜的 我发现一个规律 我发现什么呢 Ita 写这 我发现这么一规律 叫 Ita is cheaper by bus than by taxi 好 什么意思啊 我说 坐公交车 比打车便宜 我要这么说 你非得打 我不可 啥都知道 但是我今天要说的是 在我们的城市 坐公交车 十块钱 打 太贵了 坐公交车 五块钱吧 打车 才六块钱 我说啊 坐公交车 其实也没多贵 但是便宜嘛 就比打车便宜点 就一块钱 便宜 一丢丢 一点点 哪个词啊 同学们 注意 固定要备 比较急 写出来了 人家考 哪些词 可以修饰比较急 这个词叫做 a little 注意 答案是 It is a little cheaper by bus than by taxi 注意翻译起来 要翻译成 坐公交车 比较打车 道理翻译 便宜一点点 一点点而已 也便宜 便宜的不多 这次再往下 我今天我发现 坐公交车 可以比打车 便宜一些了 用哪个呀 答案是 fam 或者any 不要问我 他们的区别 算用在肯定 集中 any用在 否定和疑问 集中 一则一则 肯定句 sum cheaper by bus than by taxi 翻译到这翻译 坐公交车 比较便宜 一些 打车可能 十块钱 坐公交车 五块钱吧 便宜五块钱 算一些 赞我们车 可牛了 坐公交车 两块钱 打车可二十 便宜的多呀 那个多 或有哪个呀 注意答案有两个 much 或者 alot 我们的答案是 it is much cheaper by bus than by taxi it is a lot cheaper by bus than by taxi 所以注意啊 可以a little 修饰比较急 a few 可不能修饰比较急 some many 可以修饰比较急 some many 肯定集中 any 用于否定 和疑问集中 那当然 much alot 可以修饰比较急 千万别写alot off 那就乱了 那同学们 我 比咱班的 某些 男同学高 但是高不了多少 高一点点 怎么说呀 I am a little taller than the boy students 我比咱班某些 你同学高一些 很好 some taller than the girls 我比我们家猫高多了 much taller unlots taller 这太不要脸了 同学们 那你知道这一组 从小到大的程度的话 那你再看这条题 有没有点感觉呢 人家写出比较急了 我爸而且 比我的大 这废话嘛 现在大的什么呀 首先 这不能加比较急 这不能加比较急 这也不能加比较急 只有much和同一次 alot 怎么翻译 倒着翻译 我爸写 比我的大得多 爸爸写码 44号 我写24号 举个例子啊 也没有这么闲的手套吧 同学们 那如果知道的话 来看12题 12题好像 逆起到新知了 你自己想想 the situation in Japan 日本的形式 became 过去时 变得怎么样 在另外这 肯定变得比以前 在正后 更惨了 对吧 那老师 你怎么知道比较急 因为刚才我说 much a little 人家指甲比较急 现在都出现much了 所以他指甲比较急 这是原急 这是负词的原急 这是最高急 所以他much worse 坏 更坏 能够翻译一翻译吗 叫做变得坏得多了 没问题 坏点怎么说 a little worse 坏一些了 some worse 多简单 背起来就可以 英语还是要背的 毕竟属于文科 好 那同学们 接下来 马上我们就打工告成了 单选就打工 13D 又是听用词 New York is bigger busier Washington DC 纽约比华盛顿怎么样 肯定两者相比你的感觉是 仔细想一想 不行就暂停一下 选哪个呢 好像这块 有点感觉 这块的加个蛋 比华盛顿是 又大 还有繁忙 那肯定是暗的吧 这结果出来了吗 New York is bigger And the busier 俩熊死跟得比 Than Washington DC 好 那同学们 来看诗词题 They come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他们第一次来这 They want to the Tiananmen Square 他们肯定想去 看天安门广场呗 首先没有take a run 此组 所以它无限 有look around 那还可以怎么样 什么叫look forward to 很好期待 expect的意思 他们期待着天安门广场 那什么叫他们来着还期待 来着就得看了 所以词诅没问题 意思不同 好 你选哪个 首先我们知道 Do some such thing 是什么意思 观光 有道理 观光 take a photo off 照张相 也有道理 那同学们 你觉得 我觉得到天安门肯定得照张相 你选哪个 有道理 那得先观光 万一我没有相机呢 那得先照相 万一我不喜欢观光呢 别往这儿想了 有道理 你就想 答案是四弟吧 take a photo off 就是照什么什么的相 给我照张相 take a photo of me 给我跟那狗照张相 take a photo of me and the dog 给天安门照张相 take a photo of the天安门 square 给我们照张张相 怎么说 take a photo of my school 注意off啊 照什么的相 你do some thing 没问题 但你不能说 do some thing 得吧 你得说 在天安门广场广场 就这么说吧 want to do some such thing in the天安门 square 你插个戒词 不行 人家这样戒词 你这儿没有啊 你没有戒词 没中介 你哪来的宾语呢 所以这道题 其实啥都没考 各位 这就是考词组了 那同学们 最后到了15题 希望能搞定啊 在我的家乡 天气将会怎么样的冷 在冬天 肯定是考系统词变冷 你用哪个表变成啊 同学们 will什么code in winter 那同学们 大家选的是 很好 那同学们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答案了 答案是 growth code就出来了 好同学们 我们一起来看第15题 在我的家乡 天气将会怎么冷 在冬天 你想想哪个动词变息 后面加形容词 什么动词才能加形容词 细动词吧 这里你找到细动词了吗 很好答案 grow grow 原意叫种植 没问题吧 但是能表示细动词时候 它的意思变成了 变成的意思 而且都是慢慢的变成 等你还不来 我变得越来生气 grow hungry 没问题吧 我变得越来越不耐烦 变得越来越不小心 grow careless 这是天气将会慢慢变冷 grow cold 变老怎么说啊 grow old 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吗 这就叫grow old 所以grow主义 加形容词的时候 它的意思叫变成 好 这事物道题 你统计统计 你明白多少 哪块有漏洞 或者做对多少呢 如果做对了 那同学们 我们来看 初一期末 最爱考的第二种题型大练兵 也就是选词填功 有些同学这一题不会做 为什么 就是你对初一的重点词汇不熟 所以每一讲 咱们课文中词汇 一定要好好闹 然后成训题的形式 老师是为了一些初一 他认为最重要的词 或者词词 然后让你填到下面的句子中 可能还得稍微变一变形式 或者考虑考虑实态 所以刚开始 你词汇对了 也可能会错 因为语法不好 语法对了 也可能错 因为可能语感不好 选错了 那同学们 要求比较高 所以同学们 不着急 请看着这些词 先做12345 一会儿再做678910 各位先暂停一下吧